Sohohouse是專為文化創意人士 度身打造的私人會所 在全球25個地方都可以見到Sohohouse的蹤影 為不同行業的文化人提供社交平台互相交流 香港的Sohohouse是我們第一個在東亞洲的會所 是一幢28層的一個大廈 第一個反應是是否同時開箱 在香港其實都做了很多次的考察 在街道上面或者在茶餐廳 或者在舊式的茶樓裡面去看一些香港的質感 Vintage 一向是Sohohouse的一個基因 用很多Vintage的架式 我們想這裡的設計是不會過時 來到有一個很熟悉的感覺 好像家裡的Homoly from Home的感覺 基本上每個Sohohouse都有一個水池 香港的House在第30樓這一層 這一層是有個天花板 我們跳一個Disco Ball 令到很多Reflection 搞Party好玩 一開始是一個不動的Disco Ball 之後還是覺得太悶難 加了兩張燈 令到它轉動 其實顏色的色調 我們有參考過一些王家瑋的電影 你看到有些Tone是跟電影用的顏色 有些類似 29樓是一個晚上的空間 顏色比較深色 用了一些深紅色在地板上 28樓是一個很傳統的英式設計 重用的地板 一些深紅色的座椅 在英國的一個團隊過來做的座椅 還有一個煙燻了的感覺的天花板 下到27樓 提供了外面大廈的粉飾 但進來後 你會感覺到一個人 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燈具 傢俬 這些東西 放在同一個住宅內 每一件的傢俬都是自製的 圖案、磚的製法、布料 都會跟一個亞洲油的味道有些關係 你會看到有些虎紋的梳化 其他房子都會有類似的設計 但在香港這個房子 特別是用了一些亞洲的象徵 正上方也有那個吊燈 那個吊燈是跟我們去中式茶樓去看 你看到那種巨型的燈是有些灰燈的 一種黃燈比較自然舒服 香港我剛才說到室內設計 是運用了一些香港的本地元素 有一些屬於香港以前 一些屬於香港現在 是一個eclectic的設計 做設計很多時候 它打算是畫完 出錶、判錶 完成完成 但是往往的細節 燈光是怎樣跟油漆的顏色 空間對著東南西北都很大分別 所以會去做很多現場的確認 我最喜歡是那個起的時候的過程 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和不同的工藝的理解 才可以做到這個質素 或者這些細節 現在看這個產品 可能未必看到這些故事 在這兒灰燈 是我們有個更多的財亡 我們在那邊看這個 會不會有太多數字 我們會不會有熟 那個老闆 還有什麼 我們會不會有